欢迎锁定4月26号的台职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来关心高雄验潮有一台砂石车 跨越双黄线整整逆向超越了五台车 当时一眼看轿车迎面而来 对象车辆都只能往路边闪避 而这样的危险画面就出现在台南台三线上 当时有一台砂石车疑似闯红灯跨越双黄线 要到左前方的加油站 警方表示驾驶行为已经触法了 依法可以开罚 600到1800 大马路上一台砂石车见前方车多 进跨越双黄线逆向超越 真的好危险砂石车就这样把战车道 导致对象车辆只能自动自发靠边行驶 砂石车违规一案 精神和影片举发 警显画面就发生在22号下午3点多 高雄验潮区按照路上一台砂石车 疑似为了赶时间 尽力向超越整整四台轿车和一台油罐车 到最前方才又切了回来 让其他用路人看得行警胆战 而类似危险画面也出现在台三线上 3号早上8点多 一台砂石车 无视亮起的红灯直接跨越爽黄线 骑到左前方的加油站 吓得对象骑士在远处就停了下来 除了超车开罚 越过双黄线到其他车道 则可处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罚还 但罚钱是小 行驶路上还是应征照交通之事 否则吐一时之便便便宜行事 若真发生意外到时候就后悔莫及 今天我们是陈高雄长报导